講真的這個麵費子我個人真的有點吃不太習慣了 然後這個大盤雞我個人覺得真的非常好吃 我現在在荷蘭路 今天要去吃的是一家必吃榜上的新疆菜 據說他們家的大盤雞非常好吃 今天我打算去試一下 它這個是自助下單的 先來點一下 點了幾個特色菜應該要等一會兒 然後這是奶茶這一壺是26 先來試一下 它這個是鹹的而且奶味十足 第一個上的是烤包子八塊錢一個 哇有點燙啊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裡面應該是羊肉還有一些洋蔥 試一下啊 紫蘭羊肉聞得好香啊 哇好香 肥瘦香煎的羊肉然後撒了好多紫蘭 它這個是酥皮 非常的香啊 還點了幾串羊肉串和一個烤囊啊 七塊錢一串 這個頭還挺大的啊 鐵簽子的 鐵簽子的三塊瘦的一塊肥的 可以耶 上面的調料非常簡單啊 就只拿辣椒面 大盤雞也上來了啊 我們兩個人點了一份小份的 小份的是三十八 上面就是一些雞肉 然後土豆 最底下是 一個皮帶麵 它這個雞肉看起來挺多的啊 拿一塊啊 微微的辣 來塊土豆啊 它的土豆好麵 微微的麻 微微的辣 這雞肉不錯啊 很入味 好吃 這是一個新疆的米肠和麵肺子啊 我還沒吃過呢 來試一下啊 這個是米肠 這一份也是三十八 羊肠 裡面這個應該是糯米 然後外面這個醬是有點辣的 其實 跟我們老家那種就是 我們老家有一種大腸罐那個糯米 跟它差不多對 然後它這個用的是羊肠 羊肠會比較薄一點 面肺子啊 一下子 說不出來 它就是有點像那個膏狀的那種對 很特別的一個口感啊 底下的皮帶麵啊 非常有嚼勁 口感偏硬的這種 它這個雞肉真的挺不錯的啊 吃起來非常的嫩 雞肉其實有時候如果多的地方吃起來 它會有點柴 嘗到這個不會啊 而且很入味很香 配上這個麵 吸收了滿滿湯汁的麵 可以喔 烤狼 五塊錢一個它可以切成小塊 這個得配羊肉串 一口狼 然後一口羊肉串 它如果沒切開的話 其實用那個狼給它加的這個羊肉串 是也很好吃啊 講真的啊 這個麵肺子我個人真的有點吃不太習慣了 然後這個大盤雞 我個人覺得真的非常好吃啊 而且同樣是38塊錢一份 個人覺得這個大盤雞的性價比真的要高很多啊 而且這是目前天津排名第一的大盤雞啊 真的是有點名不虛傳啊 裡面的土豆也非常好吃啊 今天我們兩個人是花了150幾塊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正宗的新疆菜啊 但個人吃起來感覺還不錯 然後有沒有吃過的小夥伴 你覺得怎樣 很OK 好了